可是他心里有事啊 他自然就显得坐立不安 太皇太后老佛爷 眼里是不揉沙子的 就问这皇上了 说你挺大皇上 这坐没坐下 转没站下的 转挠腮 什么情况 皇上一看 既然太后问起来了 就只有实话实说 呃 我想媳妇了 这孝庄文皇后一听啊 就乐了 得得得 我也不用你赔了 你赶紧回去看看去吧 走进古迹讲故事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康熙四年的九月 北京的紫禁城里啊 那是一派热闹的景象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那年呢 这康熙皇帝大婚了 这个大婚仪式啊 那非比寻常啊 因为这康熙皇帝大婚以后 就意味着要亲政了 那这新娘是谁啊 这新娘啊 就是一等宫义政大臣索尼的亲孙女 领侍卫内大臣嘎巴拉的爱女 贺舍礼氏 就是咱们常说起的 康熙皇帝的嫡后 孝成仁皇后 有人说呀 这婚姻还有什么爱情啊 政治婚姻吗 再有了 那年呀 康熙皇帝十二 孝成仁皇后十三 皇后啊 就比皇帝大了三个月 还还还 还谈什么爱情 是不是这小两口子 说话还不利数呢 康熙皇帝和他爹不一样 康熙皇帝认为 祖母给自己安排的这门婚姻 娶的这个媳妇啊 那是很合自己心意的 别看呢 这结婚时候年纪小啊 那也算是抓就是夫妻 两个人呢 这秘里调游 别提多恩爱了 那么这孝庄皇太后 为什么会给这少年天子康熙 选一位满洲大臣的孩子 做皇后呢 我们都知道啊 康熙的皇阿玛顺治皇帝 两位皇后 都来自于克尔庆草原 蒙古的波尔吉吉特氏 难道这会儿的满猛联姻 不重要了吗 其实啊 这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的满清入主中原呀 已经有些年了 已经经过一代皇帝了 包括蒙古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 已经相对安定 经过天命天聪顺治朝 这大清国呀 又一通呢 向蒙古和亲 这亲戚里道的呀 就谈不到你打我 我打你 所以这孝庄皇太后 就把这团结和亲的对象 转移到了朝廷众臣的身上 其实这也证明了 孝庄文皇后 这位蒙古籍的大清皇太后 在皇帝的婚姻上啊 没有那么多的私心 其实啊 还是为了朝廷着想 可是在这儿啊 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希望有兴趣的好朋友啊 在留言区能跟我聊聊 有清一代前三朝 蒙古诸步啊 都很顺从 我个人感觉 这和前三朝的皇后 都来自于蒙古诸步 有关系 可是呢 到了康熙年间 蒙古的部分部族 在准嘎尔汗的带领下呀 就开始与朝廷作对 割据草原 不知道这些个问题啊 是不是朝廷 不再迎娶蒙古皇后的原因 那么康熙初年 朝廷重臣呢 可不是索尼一家 那为什么 这孝庄太皇太后 就偏偏选中了赫舍礼士呢 事情当然不会那么简单 在康熙四年七月份的时候 当孝庄太皇太后 选中索尼的孙女 作为帝国皇后的时候 消息刚一公布啊 就有人不乐意了 这全臣敖拜 首先上书皇帝 在敖拜的这篇奏章当中啊 颇有威胁的口吻 敖拜的奏折这样写道 若将嘎巴拉之女 立为皇后 必动刀枪 满洲下人之女 焉有立皇后之礼 那么这敖拜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敖拜啊 其实也想当皇上的老丈人 因为他们家呀 也有闺女 其实孝庄文皇后 选择索尼的孙女 作为皇后 要加强赫舍礼士 在朝中的地位 这样啊 就能克制住 全臣敖拜的飞扬跋扈 虽然在顺治死后 安排了四位辅政大臣 来帮助小皇帝 一同治理天下 无奈没过多久 这敖拜就独霸了朝政 因为啊 这厄比龙 压根就是敖拜一党 苏和撒哈呢 势力太弱 又不能跟敖拜抗衡 这索尼啊 虽然是辅政大臣之首 无奈年事已高 很多事情不能亲力亲为 也只能任敖拜专权 效忠文皇后 选定了索尼的孙女 作为皇后 一下子就多出了两位 赫舍李氏的重臣 第一位啊 就是皇上的老丈人 领事为内大臣 嘎伯拉 第二位啊 就是皇帝的书丈人 后来的大学士索图 不但如此 这联姻的结果呀 就是把赫舍李家族 和大清朝廷 爱勋觉罗 绑在了一起 所以啊 这敖少宝啊 是想瞎了心了 这皇上家是绝对不会和她联姻的 再者 这敖少宝家的闺女啊 确实也不适合进宫祖皇后 为什么呀 因为那年啊 这小丫头 七岁才八岁 我想那会儿 年方十二岁的皇帝啊 就不代价敖拜 所以呢 皇帝在她的奏折上的批示啊 也一点都没客气 奉皇太后一旨 满洲蜀人之女 为何立不得皇后 我义已决 不必在意 钦此 得 把这敖少宝啊 给干那儿了 策立赫舍李氏为皇后啊 可不是只有敖拜这一家反对 紧接着 这厄比龙也跳出来了 跟着这敖拜啊 一块儿起哄嫁秧子 跟皇上说呀 这立赫舍李氏为皇后 不合适 还没等皇上说话呢 孝庄文皇后就说了 这辣倒吧你 都是这本地狐狸 谁也别跟谁讲聊斋 你不就是因为 你们家也有一闺女吗 可是你们家那闺女呀 虽然呀跟皇上年纪合适 不过呀是述出 我呀还就真没看上 这辈龙啊 他绝对是个老狐狸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儿啊咱先留一扣子 明儿咱们讲这 孝庄文皇后的时候啊 我再跟您细聊 总之是人家皇上家 铁了心的要取着 贺舍李氏为皇后 谁打破心也不灵 可能啊 连这孝庄文皇后和索尼都未曾想到 这年纪轻轻的小两口子 婚后的感情是非常的好 不要看这皇后的年纪小 但是啊完全能够统领后宫母仪天下 虽然成亲的时候啊 这小两口子年纪都不大 可是有长大的时候啊 在康熙八年的头上啊 这皇后就为皇帝生下了一个大儿子 取了个名字呀 叫成户 虽然在这之前呢 其他的嫔妃也曾经为皇帝诞下过龙肿 可这成户啊 那可是康熙皇帝的嫡长子 自然是视为掌上明珠疼爱至极 清圣祖皇帝起居住中就这样记载 皇后所生长子成户 方四岁 天性聪慧 尚甚爱之 可以看出啊 这成户深得皇帝的喜爱 可是啊 这事啊 往往是天不随人怨 就在这康熙皇帝 想立成户为太子的当口啊 这位阿哥得病 腰折了 哎呀 这康熙皇帝这一顿伤心呢 传职给这些王公大臣说呀 不必进宫来请安安慰我 这样啊 会更招得我伤心 皇帝都难过成这样 那最难过的当然得说是皇后了 自阿哥成户死后啊 这皇后身体就一直不好 在康熙十一年的十月 孝庄太皇太后啊 觉着自个儿啊 浑身上下紧巴巴的难受 于是呢 就让皇帝陪着自己啊 到京北的小汤山啊 去泡温泉去 皇上对自己的母亲 对自己的皇祖母啊 那是极为孝顺的 一听奶奶有这个要求啊 毫不怠慢 就陪着奶奶去了 这太皇太后一泡着温泉呢 那感觉这身心疲惫 也一下子就去了一大半 于是啊 就想在这多住两天 一日长两日短的 这半了月可就过去了 这皇帝也得有点坐不住 那为什么呀 他想皇后啊 就他这晚的宫里啊 也传出消息来了 说呀 这皇后病了 皇帝问 这皇后怎么病的呀 来给皇帝回坐的内侍官呢 就跟皇上说了 这皇后啊 就是因为想您想的 一病不起了 康熙一听啊 就更坐不住了 可是啊 又不太好意思的 跟皇祖母那告假 可是心里有事啊 他自然就显得坐立不安 太皇太后老佛爷 眼里是不揉沙子的 就问这皇上了 说你挺大皇上 这坐没坐下 转没站下的 抓耳挠腮 什么情况 皇上一看 既然太后问起来了 就只有实话实说 呃 我 想媳妇了 这孝庄文皇后一听啊 就乐了 得得得 我也不用你赔了 你赶紧回去看看去吧 皇上一听这个高兴啊 二话不说 村上马 带着丛人 就一溜小跑的回到了紫禁城 一下子扎到了皇后的寝宫 昆宁宫当中就没出来 您猜怎么着 第二天的传出消息 这皇后的病啊 好了 甜蜜的日子呀 总是过得很快 一转眼啊 就到了康熙十三年的五月 这个时期 有可能是康熙皇帝执政一生 最困难的时期 因为这会儿啊 正是平三番的关键时刻 那前线啊 还打着仗呢 这整天这一脑门色 官司的康熙皇帝啊 唯一的一点心理安慰 那就是后宫啊 皇后又要临产了 就在康熙十三年的五月初三 皇后在后宫的昆宁宫 生下了二皇子应仁 哎 可惜啊 在一个时辰以后的身时 年仅二十二岁的孝成仁皇后 贺舍李氏 就因为产后大出血 崩逝了 皇后的死 对皇帝的打击 无异于当头一棒 为了未继死去皇后的魂灵 康熙皇帝 尤为祖宗家法的 在一年之后 就策立了皇后 诞下的这位二哥 印仁为太子 为什么说是尤为祖宗家法呢 印仁啊 被策立为太子的时候 虚岁才两岁 根本就没出过天花呢 这种情况下 就把他策立为太子啊 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太子的策立不是小事 关乎着大清国的国体 倘若今日策立 明日便病死了 再策再病 再病再策 那岂不是太儿戏了吗 因此是可见 康熙皇帝 对皇后贺舍李氏的挚爱 皇后早崩 无一补偿 才把所有的爱啊 都施加在了太子应仁的身上 孝成仁皇后崩世以后 康熙皇帝尤为常态 并没把皇后的子宫停在昆宁宫 而是停在了皇帝的寝宫 乾清宫当中 这是有清一代 唯一崩世后 被停临于乾清宫的皇后 依照祖宗家法 皇后崩世以后 应该停临于紫禁城西北方位 在康熙十三年的5月27日 终于下定决心将皇后子宫 暂安于都城以北的沙河 拱华城并宫 康熙十三年 这皇帝也无非才是21岁 我们都知道啊 现在的孩子在这个年纪 正是容易移情别恋的年纪 但是康熙皇帝则不然 皇后去世的第一年 康熙皇帝每七日 变成快马去拱华城 吊宴一次 第二年改到半月一次 第三年改到一月一次 有人统计 康熙皇帝啊 去拱华城 孝城皇后的棺子前吊宴 一共去了八十多次 每次去 皇帝都是一个人 围着皇后的子宫 默默的转圈 用手抚摸着皇后的棺材 独自落泪 讲到此处 不由得我呀 面朝东北 骂一句高丽棒子 这礼朝十路当中 把这段情节呀 是这样记载的 清皇不续国事 吟喜日益 梅王哭 沙河宫宾后之所 在这帮高丽孙子的眼里啊 去拱华城 哭记皇后 都是日益银溪的表现 他们压世人吗 悼念王妻有何错 并且在这段时间 康熙皇帝坐镇京师 指挥仇措 平定了三藩之乱 康熙二十年 尊化皇陵的警灵建成 康熙皇帝 亲自护送孝仁皇后 和孝昭皇后的子宫 至皇陵下葬 至此啊 康熙皇帝的元后 孝成仁皇后 赫舍礼士的故事 告一段落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您记准了啊 自要您长按点赞 明天咱们接着说 康熙皇帝的第二位皇后 孝昭仁皇后的故事 拜拜